大家好, 今天萬眾期待, 因為今天有Jack Sir在 因為之前和Jack Sir做新頻道的時候 很多觀眾都說, 正正什麼時候可以再請Jack Sir上來 適逢這個時機就非常好了 因為Jack Sir剛剛一進來的時候 我都跟她說, 最近我真的不懂得玩 Jack Sir跟我說, 最近做一些貨品都要鎮住做 是呀, 跌到15點就好像穿了一點 待會我們再看看Jack Sir這幾天的部署 或者她的貨品究竟又如何 剛才我看到有些觀眾吃完飯就進來 說跟著我來講TV看Live 多謝這個私局失調義勇軍朋友 和其他觀眾說, 如果Jack Sir這麼棒 大家記得有問題都可以留言 我們就開始講一下市況先 跟Jack Sir說一下這幾天的回顧先 我剛才也有跟你說, 每次你上來 雖然跟你合作了很多次 但你上次上來, 我都會上去你Facebook 看看你最近的視頻是怎樣 然後我看到你就說, 恆子終極一錯 你最近打了一篇 然後我看到你好像兩年前 是不是都已經這樣說過 兩年前是寫失落週期 是的, 失落週期 是的 你上次來也有說 當時很高 當時是27,000至28,000左右 大家都知道, 其實是社會事件 那些情況 剛才你說上星期 終極一錯, 其實我預期很久 由18,000至17,000反彈之後 又破底 破底之後17,000跌穿 跌到16,000 那16,000又不多次底 因為很少整數位 或者2011年的低位附近 很多人都反彈在這些位 我一直覺得不多次底 但問題就是 上星期才有一些感覺 它的反彈幅度 你看恆生指數 它第一次是17,000跌穿 反彈到18,200 那12,000反彈 接著那幾次 比如加上CPI數據 美股穿底 那幾次 之後 美股期積日 恆生指數都是反彈到600點 反彈到600點 接著最後一次反彈到600點 就是上星期四 夜期才到 接著我就覺得 星期四和星期五 我覺得可能真的港股要串一串 加上那天 美股不知道 星期五不知道星零跌 本應是猜它跌的 正好星期五中五一出了一篇文 標題就要大膽一點 準備它終極一跌 我想美股星期五如果跌的話 港股星期一就急跌 那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因為我看到你說終極一跌 那是不是我們已經終極完了 照計是 但是你說之後再穿 當然 失落周期是很久的 穿一穿可能反彈一段時間 可能一千點 應該不止的 可能兩千點三千點都不期 之後再破底的機會都是大的 但是意思是說 那個跌成千點的幅度 可能就已經我們見證了 有機會會再跌的 但應該沒有這麼急錯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按照計 既然寫終極 就不是說十年終極 其實半年終極 一個月終極都夠了 星期一個急錯 加上夜期才恐懼 星期一晚那個夜期 因為大家知道 中概股全部穿底 期指夜期去到14800附近 14797 那一段就是終極 接著那個反彈 反彈很快就上去15100 即300點 那個就相似 那個相似 那今天的昨天不升 就是因為怎樣 其實古距昨天上升 昨天上升過來了 升到15400多 接著又跌下來 好像沒什麼力 其實這個洗腦 更加多人跌 不是終極的 今天就有少少圓妙 巧妙 昨晚很開心 新聞報道說 美杜紫星 納紫星 但是你看盤後 出了業績之後 Microsoft那些 納紫期貨 急錯 是啊 那大家說今天是穿底 很多人都在想 開市之前 包括我自己 哎呀 那麼多倉 怎麼辦呢 難道又穿底 幸好昨天收拾了些貨 穿底也有少少 也有更多錢 去撈一點 那今天那一轉 譬如一上到15300 那一轉 我覺得 好像不多 像昨天那種 因為蠻子正在跌 蠻子正在跌 當然了 後來我們看到消息 就是阿爺 阿爺出聲 出聲 未出手 不過其實這個新聞 早上已經有了 沒什麼反應 都是低開 後來才炒 那都OK 那叫做 終極也好 循環也好 那麼 星期一也都想 節目也都說過 這個什麼呢 就是過去四次的熊市 加上去年高位的熊市 其實這次為什麼比較長呢 跟過去2011年開始 為什麼少少不同呢 其實不是少少不同 是很多不同 因為去年2021年 那個是31300多 接著跌下來 跌到15000 其實已經是16000 2011年嗎 不是 去年高位 超過了以前的跌幅 以前我們看 2011年 2015大時代 跌下來 甚至2018年 歷史高位 2019年的高位 30,000點跌下來 大概是9000點到1萬 8000多點到1萬點 今次就超過了 所以我就 劃分了兩個 今次新落週期 劃分了兩個跌浪 如果用兩個跌浪來計 那是 Captain 昨天正前的跌幅 已跌到幾昨天的跌幅 這跌下跌跌倒幾 例如前一日星期一的低位,如果不看期貨,夜期當然最恐懼是夜期 但如果不看期貨,只看現貨來看,昨天的低位是似樣的 再加上什麼觀看呢?就是看騰訊,騰訊是很有指標作用 昨天的低位也是似底,我不是今天講的,我昨天都講的 所以最低是198.6元,這個似底,穿的整數位,200元都穿,那些人是絕望的 但傑Sir,騰訊還有指標作用呢?我怕觀眾會否覺得,為什麼傑Sir會這樣 因為騰訊在恆子的比例下降了,經常都聽到騰訊鼓王不載 為什麼你仍然覺得它有指標性? 其實我不是看它的成份,佔多少拳重 我是看它的隱身波幅 還有這一轉,昨天的198.6元,其實有點像2018年 騰訊第一次跌到250,260多元的位置 最低是252元,騰訊一直上升 2018年10月份的隱身波幅,隱身波幅超過 這次比上一次還高的隱身波幅 即是PUD的IV是有些恐慌性出來的 但如果比對今年3月15日騰訊的V底 第一次是298元,298元那一轉 然後3天之間V回到400元 比起那一轉的IV就是還差很遠 所以你鼓底都要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可能錯,可能多跌一棍 很多人都會想,一出手就要帶著 這樣就真的不能做 我看到昨天我們做節目 很多觀眾看得很差 當然大家說笑又說真的 真的要去IFC、排隊等等 聽得最多 在座的觀眾 剛才有個朋友Thomas說 很久沒有聽靜靜的聲音 個人精神回 因為她剛剛在Instagram跟我說 她兩個星期沒有看財經節目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沒有眼看 然後我就說 昨天有些觀眾 她們傷心到覺得 恆子會穿一萬點 好像以前是否零幾年 零三年雷曼那時候 零八 零八 那時候說去到九千多點 其實我一直都有 去到萬六點都已經很驚訝 其實今年我大部份時間做膽倉 主要是古美股今年見頂 去年開始說 我上次做節目也有說 今年初開始估計 估計它跌落 既然估計它跌落 恆生指數又在走 失落週期 大部份時間都是做膽倉 但去到萬六 一萬六千多的位置 我都是膽倉平勢 轉身做好倉 其實也錯過了一個機會 就是我九月份 幾乎全部都是浪潰 但是十月份只剩下很少 剩下很少倉 騰相局也平勢 不然也十幾二倍 剩下最後幾處就是廣交所 廣交所也都是 剩下一些計劃 廣交所是前天最低 跌落到二百三十多 二百四十多 也都平勢 會轉身就是因為我覺得 雖然失落週期 都有很多反彈 反彈浪 到萬六點開始就佈局 但又差了一件事 差了一個急錯 漫跌 因為路都是漫跌 穿少少底 然後反彈 然後又破少少底 大家看看幅圖 破少少底又反彈 很多針腳 變成很多人都不肯止蝕 如果大的人都不肯止蝕 去到星期一那天 真的有很多指示盤 尤其是科子股份 車股 新勢力 越跌得越慘 反而我選股份 我選擇那些跌得很慘 反而我剛才 Jack Sir一進來 我就問Jack Sir Jack Sir最近做過什麼促作 我聽到你說 你那天買了一些中概股 是吧 其實星期一晚上 那個真是划算 星期一晚上 那個美股的中概 例如巴巴的低位 例如理想 PDD 大禍 因為已經有貨 所以不會買太多 已經有倉 只是加少少 因為是分鑄的過程 港股成不了 比美股更加低 比港股低 港股跌一千點 不夠重要一點 OK的 買少少 昨晚反彈也離開中概 一定是分鑄 我想問Jack Sir 我先看你的留言 大家忘記了跟你們說 你好 當然有些朋友 小人催促 因為吃飯時間 稍後會多些朋友進來 我看到有些觀眾說 蛋糕是否要入紅 不過我剛剛聽Jack Sir你說 就說開始做好倉 其實我好倉已經部署了 是嗎? 今早你說掛了蛋糕 今早掛的蛋糕是平倉 我入最多好倉是星期一 星期一 日後和夜晚 昨天反彈走了一些 然後美股跌落後 買了一些個別顧分 尤其是騰訊 這幾天做最多是騰訊 大家都認為騰訊 我記得不知在哪個地方看到 有一個貼文或是Youtube 說騰訊 留言全部都是笑的 說騰訊跌到 跌多一百元才買 我幾乎沒有人看好 反而市場氣氛 也挺有參考價值 就好像2018年 我記得2018年 我出過貼文說 騰訊見底 我記得是二百六十多 二百七十多元附近 很多人笑 越多人笑 通常散戶指數 散戶指數越多 代表市場氣氛 真的差不多了 這兩天看到騰訊的留言 趕到騰訊的留言 也很偏淡 這個散戶指數比上次高 所以 不知道 現在反彈也是二十元 又低位反彈也是二十元 但我覺得有機會 就算他回落後 也不會太多 應該有機會再上升 高一點 你說是否真的 好像2018年 見戀完底之後 一直升 這次是不會的 反彈二三十元 應該很開心 因為我聽到 各方各界的觀眾也好 我們的朋友也好 他們說 這次就算升回去 都不是以前那種升法 是吧 沒錯 就不同 因為以前有牛市 今次是失落週期 失落週期兩三千元 反彈已經 已經很開心 Jeson 你覺得失落週期 什麼時候會完結 這個很難完結 很難完結 而且聽到這句很傷心 幸好我已經清瘡了 要心裡準備 可能走回日本的路線 用得失落週期 大家聯想到就是日本 日本失落了多久 現在仍然是27,000 現在仍然是27,000 不跌 大家跌的時候 美股重錯 恆生指數如何跌 我記得一年多前 恆生指數比日經還高 是1,000至2,000 例如 恆生指數27,000 日經25,000至26,000 現在 恆子是15,000 日經還在26,000至27,000 附近 因為他失落週期過了 真的20年 1989年的泡沫之後 差不多到2011年 2011年左右 他真的見底 真正的底 是不是20年 還是22年 我真的看不到 他跌到達8,000多年 後來才慢慢上升 香港的情況 我覺得如果恆生指數 因為失落週期沒有什麼 失落週期 其他日本 為什麼這麼說 Jesher 你說失落週期 是否 因為有些嘉賓 可能他們都覺得 都是失落 但他可能覺得 嘉賓完了 有些事件明確地 就會告訴你 港股 至少不是熊市 就算他是持平地走 但我想問一下Jesher 是否有什麼事件上 你覺得 有個 里程碑 完了 我們就開始 結束週期 有沒有這樣的 我覺得都很難 如果用指數來評論 的話 都太遠了 我記得年初我還說 除非上回25,000至上 現在看起來很遠 很遠 整晚點 所以我前天都說 千萬不要幻想他有牛市 現在其實就算反彈 譬如未來真的反彈 19,500 其實已經幾開心 最多都是再拉長一點 美股都跌完了 美股都開始走上去 港股行都是兩萬點 附近 又下來 剛剛我聽到Jesher你說 我先聽到留言 因為剛才看到大家 在評論騰訊 騰訊200元真的很便宜 還有我記得騰訊 好像現在是百倍PE 然後有些觀眾就說 騰訊業務變差 受盡規管 風光不再 這個大家都知道 如果不然會跌到這些位置 的確是 增長慢了 對 差很遠 我想問Jesher 剛剛我聽到你說 美股你覺得見了頂 是不是 我沒有說錯 美股見頂是 今年初已經見了頂 對 跌了很久了 我就說 未來究竟 可能這一年或七年 港股已經失落了 美股呢 美股呢 美股會不會比港股好一點 因為美股的紅市很少 港股很容易看 港股2011又有跌落 那好像長期都紅市 美股的跌落很少 而且很短暫 其實我猜 它今年 應該是今年底到 明年初見底 可能早會再穿底 可能再會 不一定的 暫時這樣看 應該可以走上去 有機會 但是穿底都很恐怖 現在道指已經3萬1千 最高低位2萬8千多 都很遠 所以我覺得美股有機會 在年底或年初見低位 跟著上去 但是上去的情況 真的上去很高 港股可能都未必要 走回那些2萬5樓上 2萬點邊都很難度 我想問 傑Sir 剛剛我聽到你說 過去港股經歷四次紅市 當然我沒有經歷過 這麼誇張 其實不止四次 很多次是N次 用近十年來計算 太多了 海嘯那些不計算 海嘯之前那些 還有海嘯那次不計算 都有最少四次 但是我反而知道你們 你們會更加喜歡 波幅大 那才有肉食 雖然恆子跌到 曾經一四九七七 但是會不會 反而金鑽的熊市 是可以做交易 或者找到的回報 比以前更大呢 是這一排 這幾天才比較大 之前大家看看那些幅度 做好倉 是其中一天 有些奇蹟 就是美股連升兩天 恆生指數升一千點 應該還有印象 你說最近嗎 對 對 最近升一千點 是不是這些日子 對 接下來的幅度很小 其實你看回 它從跌穿兩萬點開始 真的跌得很慢 為什麼我感受到 因為那些大幅度變成廢子 大幅度跌了 大幅度跌了 但是跌得慢 然後升上去 你賺少少不走 去到九月才 那些大幅度跌了 才有很明顯的大幅度出現 那你也賺不盡 你分住平一點 那麼十月 就剩下很少大幅度跌了 十月份跌得很厲害 十月份跌得很厲害 如果你可以大到下去 星期一 星期一才平 不過剩下十分之一 不夠 因為剩下港交所一隻 一隻大幅度跌 還有廢子 譬如移動 銀魚 那些大幅度跌 剩下那些 忘記了還在那些 因為倉太多 問題是自己已經轉身了 自己其他倉已經轉身了 只剩下廢子大幅度跌 在手上 這樣才去到大幅度跌 剩下那些大幅度跌 就算了 扭回來對沖一下 這樣才賺到 所以今年的波幅度跌 其實是小 就算你看到年初 一路南普道到十月份 其實如果你堅持不到 是月底的 而且很多次都是接近月底 或者接近月底的幾天才大跌 好像九月份也是 九月份也是 九月底到期的幾天 跌得很多 今次很多人都會想 會不會像2018年那樣 結算日跌多一支陰竹 2018年是跌多一支陰竹 接著結算日之後 即是十月三十一日 就揚足上去 當時是24500 2018年 對 對 剛好月底 結算日一次陰竹 接著結算日之後 接著看到底纜上去 明白 現在看來就不多成立 因為星期一已經跌了 今天亦都彈了 彈回一半 最多彈四百幾點 五百點都不夠 看看他今天下午 能否撐不撐得住 能否收到星期二三八點 科子亦都是 因為科子星期一那天跌了三百點 幾乎破了紀錄 歷史低位跌了下去 今天年三千都想不回 那是否要等結算才行呢 看完星期三 看完星期四 星期四明天結算 我便說 看下留言 你以為是星期五結算 下星期五結算 看多兩天 看到觀眾說 正正今天轉了風格 不是呀 因為杰sir來 很多認真事要說 我也很期待 杰sir今天可以講多些 財經的角度 分析的角度 給大家聽 尤其是這些市況 每天大家都在慎慘 慎苦 有些真的要聽分析的時候 真的要認真的 那我就說 剛剛講起 恆心恆子的科技指數 我就說 有些觀眾 昨天就是他們 炒一些反向的 譬如這些 7552 他們就覺得 有肉食 好玩 杰sir你有沒有玩這些 我炒最多是NQ 即是7568 納子的反向 港股因為夠殘 所以都沒有玩 或是SQQQ 美股就炒那些 港股的 7500那些就沒有炒 我用Longput就算了 用Longput 反而弓桿更大了 不過就因為 Longput 剛才說了 就是因為時間直託得慢 來到星期五才急跌 你可以堅持到 Longput 上星期下跌到 五低1萬6000點邊 熬了幾天都不平仓 等到星期一才平 你一定是分駐 如果不分駐的話 你是 熬不到Longput 熬不到星期一 例如港交所 你看 你每次 你不要看它 反彈一點點 不跌 那Longput是跌得很厲害的 它一反彈 那Longput就跌了 港交所這樣跌 那星期一 就是那個倍數 很大 做Longput 買得早 不如買得巧 巧真的巧妙 下星期五 Longput就最棒 我就說 多謝Kimi 看到你 都支持我 我就說 死了 你忘記做了 多謝完 忘記了想問Jester 你說買得巧 昨天有些觀眾 他們說 想入比亞迪 轉好倉 當然 我自己 責任更大 一手都很貴 我代入了 如果我是他 我很想買 我真的不敢 這個時候去做好倉 害怕 因為之前有股神減遲 我想問Jester 你剛才說 開始部署一些好倉 譬如騰訊 除了騰訊 那些車股 會不會來考慮支列 其實不是開始 上星期已經開始 星期一就在貨 不止那些三傻的股 不止 很多騰訊 都有 譬如車股 科子股 美團 其實比亞迪 我之前也有一個購物 剛才說到比亞迪 我一路等它跌到 我上星期 兩個星期前 已經等它跌到180元才買 要等它跌穿 之前幾個低位才買 因為很喜歡破底 去到昨天 終於破底了 其實大市已經回穩了些 但是比亞迪自己破底 真的去到180元 最低178元 我之前打算180元再買到 帶問題 太多便宜的東西比它 它不夠便宜 你買京東 買騰訊 買阿里巴巴 或者買美團 都很便宜 車股 還有很多選擇 你吉利汽車 理想 蔚來 你覺得這些都可以博好倉 是的 已經博了 因為之前不是賺很多 因為之前有些倉 上星期已經開始 走了一段時間 星期一再鬧 所以就不買比亞迪 因為太貴 你比起其他 新舊勢力的車股 我從來都沒有買過比亞迪 180元都沒有買 不然今天都不錯 升到194元 現在回到187元 所以就不想 你做選擇 比亞迪 做Shopput 因為它的IV不夠高 很多股份 科子 隨便的股份 或者車股的IV 都高過它 所以其實比亞迪是最穩陣的 反而 譬如 我不想買新勢力 做這隻 反而是穩陣的 但是 現在這個潮流 越穩陣的 越恐怖 這個很有深度 越穩陣的 越恐怖 因為兩個月前 是不是很多人推薦 公用股 公式股 中移動 地產股 941 941其實沒有什麼 941還好 你看那些地產股 17號 新世界 恆地 港鐵 還有那個 領展 823那些 跌得是很驚人的 你修飾 是嗎 但是這個是因為 他們關於施政報告事 所以才這樣拖累 它之前已經跌了 之前跌是因為 其實已經沒有東西跌了 其實 還有公用股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們看了很多 其實 強勢的股 突破圖形的股 突破圖形的股 你去追 楊竹的股 之後都跌得很慘 如果你不懂得止蝕的話 所以 是 用投資態度 今年來炒 是很傷的 如果你用投機態度 你追升的話 你一定是有止蝕 甚至轉身 投機 可以做升可以做跌 但是投資態度 就是 他們習慣了過去十幾年的牛市 買錯就先擺下 變成領戰的幅圖 你看 這個領戰 真的懸崖式下跌 港鐵 今天也反彈下 66 新世界也不說了 因為跌得太厲害了 因為以前死都不跌 那些股份也跌得很厲害 是 因為之前早前都看到 沙文說 領戰是賺息蝕價的 這樣 公用股今年全部都跌一半 收息就沒有了 下句不說 引導我講粗俗的 我就說 早前很多的觀眾 或者一些連登 我有時候會看一些連登財經台 免得我自己脫節得太久 有時候收工我就不看了 那時候收工 搭一下車 我也看看連登的人說什麼 大家都說買公用股 還買這些ATMXJ 大家的心態都是 這個市況做定期 但是這個 剛剛我問一下 Jack Sir 你剛剛就說 你已經做了好倉 你剛剛說 你覺得港股還是失落週期 所以你今年甚至乎 可能明年上半年 你都是純投機角度 不是投資角度 其實三十多年都是投機 所以你的名字有選擇 所以我股票倉裡面沒有股票 我全部都是期權 有股票都是短炒 炒了一星期 兩個星期 為什麼 Jack Sir 其實很多人笑 我前幾年 為什麼 升市的時候 你不拿股票怎麼賺 我拿期貨 有期權 持有期貨 持有期貨 一定有槓桿 因為你持有證股 槓桿很小 還要給息 融資還要給息 其實很多人笑 升市的時候 收不到大 其實做趨勢 就是 上落市的時候 好像那些 可能賺不到錢 可能左一包右一包 輸錢也不奇怪 但是去到單邊市 一定要賺到錢 大升也好 大跌也好 所以很多人都以為 每個人都輸 看你是哪一類的投資人 如果你是投資人 當然是輸 每個人都輸 但是如果你是投機者 是炒家的交易員 的話 今年不贏錢是失敗 今年不贏錢是失敗 因為我從來不持股票 我不是淡油 其實我是偏向好油 但好像美股做淡倉 只是炒SQQQ 港股只是買了7568 和SQQQ 因為有時差 所以要配合兩隻 的納子反向去做 其實最近平了 大概上個月 應該是月初的時候 幾乎平了 現在 你說港股 也都是一段時間做淡 有時候反彈 有時候做好倉 有時候做淡倉 就算失落週期 都可以升、升、升、跌 就不一定是 拿著股票 天長地久 就說我不平了 要花一年 不可以的 可能兩個星期是去走 或者賺20元 你騰訊賺20元就要走 賺成就要走 可能是這樣的 這樣的炒法 就不像以前那些 拿得越長 就賺得越多 很多人說 我記得幾年前 2019 很多人說 拿煤氣 你可以說 過去十年可以賺七十多倍 現在跌到七元 六個多 所以 我們不可以用以前的交易方法 那些觀念去做 但問題已經洗腦 洗腦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顛覆了我的想法 因為我從來都覺得 可能我們 教科書那種概念 就是覺得投機可以 但你怎麼都有些倉是投資的 即是有這些分散風險 但你顛覆了我的概念 原來三十多年 唇頭肌 其實都是不錯的 即是不會說 不上身 是的 看到一些觀眾說 證股是沒有槓桿的 他們都是其權操作 我是投資人 今年賬面應該輸很多 紅市夏就用牛市炒法 當然是死定了 是 好倉持有到什麼位置 VVC 問Jack Sir 我想很彈性 其實也不是 我昨天的看法 就是昨天 今天當然來了 我昨天的看法就是 因為 星期二那天已經是 昨天下午 彈到一萬五千四百多 低位加的就平了 高位加的就減倉 輸少當贏 因為我看錯了 一萬六千多已經好倉 跌到一萬五以下 雖然是一路可以分住 但是分住的量都是有限 昨天走了一些 今天上穿了昨天的位置 有些股份 就升得多於昨天 亦都是低位加倉 反彈上來減倉 就不一定你看到 譬如今次我看了一萬五千九 這個反彈浪可以大約 一萬五千九 即是還有六百點 是呀 今早的高位都升得四百點 今天高位都是一萬五九五 差五點到一萬五千六 就算你用今天的高位來看 還差三百點 是否明天後日到呢 不知道 但你不一定等到一萬五千九 你一定是前面又走些 後面又走些 可能一萬六千三也不行 所以就不要把自己的看法拔一太死 因為倉多你可以分散 可以分散慢慢走 所以現在 今早就比較安全 走就走些 之後再 如果有低位 或者漂亮位 就可以再買些 炒東西一定是這樣 因為疫史炒 雖然現在是有些股去中期 但也叫做疫史 你不知道它跌完沒有 剛剛好美股又反彈到 高位更恐怖 美國昨天又升 雖然是期貨跌下來 我真的不懂看 如果美國之後跌下來 再走回那個跌浪的話 不知道它反彈了沒有 再走回那個跌浪 那廣估會怎樣 我們都要有一個風險意識 指洩位 什麼情況 你要開始慢慢指洩 什麼情況 開始輸小當贏 什麼時候 有盡賺盡 現在是疫史炒 就不要賺盡了 要分開走 比較安全 我剛才看到 我們觀眾Pinky 也有說 渣美金 我看到朋友 甚至乎做一些外幣定期的 我就問一下Jack Sir 你外匯市場 有沒有做操作 還是純粹股票做一些選擇 外匯其實 我剛剛入行 真的炒外匯 炒外匯有黃金 因為那個波幅太小 炒得很少 這兩個月開始有炒一些歐羅 開始放一些歐羅 在倉庫 一旋樓下開始 為什麼會是歐羅 炒美金差不多了 歐羅其實昨天 剛好彈到一個高位出來 升回幾乎接近一旋 對美金的位 這些都是中線的做法 就不是說很投機 港股就很投機 每天轉個倉庫 歐羅的外匯 你沒有耐性就不要炒 因為他走得很慢 慢慢磨 炒得太大槓槓又不行 炒得太小槓槓 你就忘記了錯誤 所以是中長線的炒法 都有炒的外匯 不過就不是主力 明白 這個市況最重要是彈性 我真的有覺得 大家這些市況 可能你以前覺得 真的長錯沒有死的 可能真的 時代不同了 那個玩法可能真的不同了 聽多些不同的嘉賓說 會不會再去檢討自己的 平時那個 那個trade 會不會有進步的空間呢 大家自己 可以去注意一下 好了 接著我就想問Jasir 因為我剛才看到 你進來 我跟Jasir談了一陣子 我就聽到你說 每一天 因為平時跟嘉賓做 可能是刀仔 或者TradeK 他們是密的 看得很密 可能平時在做節目 他都會不出聲一陣子 他就在做Trade 當然 他們做Trade為線 我就說 我見Jasir 你說你單日 只是早上掛了 下午你就很少會轉浪 我看過市場 因為今早十點半之後 已經知道市場正在反彈 我已經排定了 出門口之前 已經成了差不多一半 平仓 平了一半 好仓 如果下午 就可以很放心做節目 因為他再升五百點 不要緊 我慢慢平仓 我已經排位了 所以 有時候看著即使升升跌跌去炒 二、三十歲的時候 我當時是炒期貨 是用這個方法 是 因為現在年紀大 所以 反應不過來 所以我用正態的交易方法 因為我剛才聽到你說 有爭就爭 我記得 Jasir好像歷練了這麼多年 都好像雲淡風輕 我見到你 隨緣 你可以走到多少 我覺得 看緣份 買得差幾點 買不到 有時候也會 有時候期貨差兩三點 買不到 或者沽不到 也有這樣的情況 算了 取消吧 很不同 因為 賣後的秘密 平時 大家也知道 我跟他很友善 他買不到 他就會拍完 哎呀 買不到 Jasir就算了 不要緊 很斯文 但斯文 事後都會突然 是嗎 是 OK 我想說一下今天天然氣的事情 不知道Jasir有沒有留意到 或者你有沒有什麼部署 因為最近天然氣的期貨 本來是跌得很厲害 今天 我沒有記錯 今天好像反彈了 然後我見到 我滲入的各大Telegram Group的觀眾們 他們都在說 天然氣搞什麼 好像又有得再炒一下 我就看看Jasir 會不會在油方面 天然氣 或者其他資源能源股 你會不會都看到 可以入場呢 還是叫大家都冷靜一點 玩回香港股票的東西 會好一點呢 看天然氣期貨 這幾天 突然間是昨天 尤其是昨天開始逆轉 低位一直跌 其實期貨我就不玩了 大家知道很多新聞 做選擇也好 炒期貨 這些期貨真的輸贏很大 拼命的 你說天然氣的股 相關股份 我覺得可以的 但股份我沒有什麼研究 我沒有什麼研究相關的股份 因為我們要波幅小 之前波幅小 所以沒什麼研究 看看觀眾先你們說 剛才還在說 因為渣美金有四利息 期貨要跟得市好貼 他試過在模擬倉 練期貨 少看一陣 已經由贏變輸 幸好你是模擬倉 期貨是真的看著 除非指示位 比較遠 目標位比較遠 其實大部分人都用來炒期貨 用來炒即時 炒地區 但有些人會炒中線 我炒期貨 我通常會比較中線 不是二、三十點 炒到二百點 三百點才炒 很累 我覺得炒這些 你全日這樣看 真的要很用神 是啊 非常累 以前我記得 當年炒外匯也是很累 因為外匯24小時 不停地走 不能休息 變成晚上都要看 都要熬夜 尤其是晚上動得很厲害 歐洲時段 美國時段 動得很厲害 當年我頂得上 因為二十多歲 二十多歲 三十歲的時候 後來差不多二十年 我沒有做這件事 我記得 看外匯看到怎樣 當時的股票機很慢 現在很簡單 看手機就可以了 當時的股票機很慢 沒有圖看 只能看價 我放了兩個螢幕 在床頭上 吊起 真的嗎 對 睜大眼看到 現在的圖升連跌 不認識 所以我不認識 就睡覺了 年輕的時候 當然不認識 真的很難休息 很難倒 很難倒 哇 OK 我幻想著 睡覺都要看到股票機 有時睜大眼就看到 不用起床 你是享受還是不想入 享受 通常倉大才會這樣 倉細就不會 後來漸不漸 都不會用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是不屈的 為什麼不行 因為你有壓力才會這樣做 如果你沒有壓力 通常有壓力 通常是贏不到錢 反而你沒有壓力 很多倉 贏錢倉是沒什麼壓力 倉不是很大 就贏到 很多人說 為什麼很大倉就輸 因為倉大 你有壓力 隨時只蝕錯 或者贏一顆糖 如果小倉 可能贏面比較高 那會不會不同了 傑Sir 以前掛了布架機 電視機器床頭 和你現在 可能隨著這麼多年的歷練 風格都不同了 已經是由很急速變得 不要緊 慢慢看定 有些時間走賺 但是你的注碼上 近幾年香港經濟又差呢 你的注碼會不會已經是 不要放這麼多股票了 是的 其實我一向都沒有放股票 今年的注碼 尤其是今年的注碼 其實不是不買股票 我是害怕 因為今年的大半年 前三季 美股那裏 跌市那裏 那裏 我想保持財產 今年的財產 是超過過去五六年 反而是最好的 我害怕 最後一季就輸回去 所以我後來 第四季 我是收手的 今年的財產比較大 哪個月份 可以賺得比較大 不如說說商品 賺得比較多 就是納子期貨的淡倉 SQQQ和7568 SQQ做福了很多人群 我知道 是的 有做的都知道 但是你也有夾上去 都夾得很厲害 如果你不懂得走賺 因為我是長倉 我去年年 SQQ是今年三 四份開始 我之前是佈了很多7568 去年年底已經開始 買很多7568 當然其他個別股份 其實也不少 其他大部份 就是阿里巴巴 騰訊 港交所 這些比較有利 明白 OK 看到觀眾說什麼 你先看 所以我都估期權 看正方向 坐在那裏 等舊期就可以了 星光體話 如果炒股要搞到這樣 等於精神虐待 是的 千萬不要學 太誇張 你是以前的 我以為 我幾年前 是要出去見客的工種 要去客人家裡見 當時我很小時候 我看到那個女戶主很忙 她沒有時間跟我討論工作的事情 她的桌子有四部機 因為我很記得 因為通常是男人 會傳職多 傳職炒家多 我當時看到她 全部都是報駕機 其實她沒有時間 坐下來 跟我說十秒鐘 都沒有 完全沒有 我很了解你這個情況 是的 在一個小時內 都沒有 然後我就等了她一個小時 然後她說 真不好意思 這個小時很忙 然後她中間 大概是甚麼時間 下午 我記得 好像是 她應該剛好大倉 那天 我想是 然後她坐下來 五秒 聽完一句 然後又走過去坐十分鐘 然後又坐回五秒 五秒 我充分感受到 一秒幾千萬上落 那種 我妨礙她賺食 然後又不是太好意思 我說不要緊 來慢慢 我也試過 是的 我一直跟她說 開會 一邊說 老闆來的 一邊看著我 聽你兩句 看著我 我都不說下去了 是的 你說不到下去 是的 她都不會記得你說些甚麼 其實這些日子 我早就已經過了 我不會走這條路太辛苦了 是的 二、三十歲的時候 你專心炒作 那時候 現在不會做到 看著我 除非關鍵時間 甚麼關鍵時間 9點15分到10點鐘 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一定要看 因為你有時會決定 今天買不買好 還是指不指示好 所以過一段時間 可能就比較重要 怎樣去決定 譬如說 會不會是9點3到10點鐘 她升過多少百點 你確定那天要做甚麼 其實都不是升跌的問題 是看形態 好像昨天早上 昨天早上 騰訊的低位 就是在早段出現 198.6 是嗎 198.6 如果你用5分鐘圖 和15分鐘圖 你就會知道 那個位置有點急 你就會抓到 其實之前一天 跌到205元收 我也不敢帶住 但是昨天早上 見一見低位之後 因為不知道它跌不跌 可能怕跌到190元 也不知道 但由198元 那個位置上回來 202 203 我就追了 那些位置又敢追 但追完都沒有怎樣升 昨天升到215元 又跌下來 今早還要202元 今早好像沒有東西 一開 今早會不會穿 不要穿 我昨天先寫貼文說 不會穿 今天穿 又打臉 幸好開完之後 都上回來 今天還穿了昨天的位置 現在回到 我也猜它下午 要不就升多3、4、8點 要不就回到2、8點 所以我不會等下午 我一路上去的時候 一路已經是分住平創 每月份才有錢再買 傑Sir 我剛才聽你說好創 有些ATMHJ裡面幾隻 然後有車股 或者有可能有三數 還有沒有其他你佈局好創的 其實比較多 今次比較多是指數 指數的購物比較多 因為引申波幅真的挺高 今天又低了很多 尤其是昨天和星期一 大家知道 急跌 你看MACD 就知道 引申波幅高不高 不用看科子 波幅指數 明白 OK 大家都可以 恆子又回回 哦 縮了一點 現在升128點 縮了一半有多 好像沒什麼力 但你又不可以說它很差 我也不懂得說 真的 升得太快 反而不太好 我覺得這樣升下跌下 對 升下跌下 有開炒 你今早走了 可以 如果有低位 現在也不夠低 如果有低位 萬一真的又跌穿了一萬五少少 你又可以拿回一些 明白 好了 今天都聽到 Jack Sir說了很多 她最近的一些 部署分析角度 我最後想問一下 楊正 因為最近很喜歡 跟嘉賓談一下樓 我想收集各家意見 話說我昨天和我的同事吃飯 他可能存到一筆錢 在想究竟應該買樓還是租金好 就是租樓好 我收集到各方的網上世界的意見 大家都在這一期租樓底買樓 然後我們吃飯的時候 就說最近真的好像有一些 又好像有少少跟股票一樣 好像不是以前那種作風 可以去 就說現在都一定是買樓回報好 甚至乎我們看到那些什麼 黃暴、沙田那些 全部都劈價走人 我就想說 Jack Sir在這 你經歷了股市也好 經歷了這麼多年樓市也好 樓市是否都是失落週期 有一段長時間 是的 樓市比較慢一點 一定是失落週期 我去年還聽到很多人說 那些股票都回那麼多 去年已經跌了 樓市還有很多破案頂 有部份地方 其實我覺得都是 你講來講 都是剛性需求 其實這些都是過去式的 過去十幾年樓 樓市更加很難扭轉 每個人的觀念 因為它升得太扭 股市也會跌下 偶爾也會教訓一下你 但樓市不是的 海嘯之後升到現在十幾年 所以很多人都認為是 九七也好 2003 沙士價也好 怎樣也好 起碼現在的樓 起碼高過2003很多倍 是嗎 其實我覺得 如果真的自己住 沒有所謂 如果你真的炒 譬如 只有一筆錢買完樓之後 就不是這樣 我覺得可以等一等 即是投資等等 自住就沒有所謂 如果你有錢多的話 我覺得沒有所謂 錢多當然沒有所謂 沒有錢的問題 因為你按揭的息口也挺是 是的 而且你現在樓市是剛好 第一年跌 跌一年 樓市 除非也不是外圍很大的問題 是香港自身的問題 我覺得樓市應該未跌完 可以再等等 買樓自住好過租樓 好 如果自住 其實就真的好過租的 是嗎 都不是的 你計算一年的租 你明年買可能便宜 假設你明年買可能便宜 一成 或者便宜5% 但你現在這一年的租樓 你計算一條數 會不會 如果你是錯 不是 你租了一年樓 明年樓價也沒有跌 沒有跌 5%不動 那便是事實上 明白 但你也要供樓給你認識 你要這樣計算 看你怎麼看 你認為明年跌一成 當然是租樓好過 大家的意見都很不一 大家有些說 買樓等於跳樓 有 那你的家當怎麼辦 又是駁一條繩根身等等 正正要買樓 不是 我暫時沒有這麼多銀 最近很多人討論 茶餘飯後 好像昨天我和朋友聚會 他們都是這樣談 買樓和租樓 大家選哪樣 大家都是說 暫時 我感受到 大家沒有這麼大勇氣 去買樓投資 我覺得樓價和股市不同 就不可以當燈體 股市可以 很多人悲觀 有反彈 但樓市 很多人悲觀 未必見底 未必跌完 樓市和股市是 真的差很遠 對 相信也是 希望我有一天 可以經歷一下這個問題 等於我有錢 我就可以想這個問題 買不買 看個人能力 沒有說好不好 都要看大家自己的 財政狀況 我相信 今天Jazzar很好 因為Jazzar貴人絕望 我也很開心 期待可以和Jazzar做節目 因為這個市況 我覺得是需要 有不同的嘉賓風格和類型 帶給大家多一些靈感 因為可能我們 上班的觀眾 可能玩option多 可能新頻道 玩靜谷多 我就覺得 大家都可以知道 Jazzar經歷了這麼多年 現在的一個部署是怎樣 好嗎 今天多謝Jazzar 很想來和我做節目 多謝你 邀請我 今天時間恆指 暫時這一刻 就升到94點又縮回了 暴近15258點 但事成交 今天也有921億 都算多 900多億 比起以前 比起以前多 今天禮拜都多 連續三四天都多 我見到最近說 港交所 說尋求 想找沙特亞美 來香港上市 我心想 可能真的要 積極找多些機會 才行 好了 今天多謝你們的到來 記得給個讚 我們這條影片 如果你們之後 有什麼討論的事情 可以在我那個節目的 YouTube下面留言 明天有刀仔 一點鐘 我們明天再見 下次再見Jazzar 好 拜拜